《上主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圣语111篇5节》 今天这一句的答句,当然也是跟第一篇《独经》很有关系 因为那里保禄讲到阿巴郎的信德 于是非常合适,就是说这一份信德一路的代代相传 直到我们今天,其实是因为天主是那位永远怀念自己盟约的神 什么盟约?就是跟我们人的关系,这份爱的关系 所以他历代兴起很多很多的人 昔日有保禄、历代的教宗 包括我们今天所纪念和庆祝的《约望23世》 说起这位教宗,也有非常特别的地方 他被选择为教宗的时候,1958年 已经77岁了 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位过渡时期的教宗 也不能做些什么 谁知道他上位之后,出任教宗之后 三个月他宣布要带领教宗进入一个新时代 宣布要召开梵帝纲的大公会议 真是一个挖时代 我们看到天主通过很多他所兴起的人物 他的牧者们,来自理教会 来表达出他没有忘记我们 他就是永远怀念自己盟约的那一位 没有多久之前,我去新加坡 带很多兄弟姐妹 香港的一个参礼团 参加教宗方祭国的尼撒 大家非常兴奋,很开心 但这不是个人崇拜 不是我们去朝拜 教宗方祭国 不是,只不过在他身上 我们承认天主他的恩典 通过一个很具体实在的人 彰显在今日这个世界 叫我们围绕着他 来表达出教会的共荣合一 通过他,我们体会天主与我们同在 就是这一份 天主没有忘记我们 各位兄弟姐妹 这个我们同天主的盟约 不单只是一个普世的 全人类的盟约 更加是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领洗的时候 天主都跟我们立了约 对不对? 我们都答应天主的 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神 天主记得的 他不会忘记的 永远怀念这一份盟约 我们呢? 我们又记不记得呢? 我们有没有信守我们的盟约呢? 等我们背诵这句圣经金句的时候 都求主给我们忠信的勇气 上主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 圣语111篇5节